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真正的盖,也没有棉被,那些薄薄的一条棉被,那我整个晚上呢,就是我拿一棵去,拿一棵去,然后呢,发出那个声音,我是没法睡了,因为那个地方太硬了,那个时候放松,没办法。 那,当然是师父也知道,那师父就早上起来,是问,你昨天晚上做什么,他就说我睡不着,因为,怎么睡都睡不着,地板太硬,而且冷了,主要是冷,不够冷,那师父呢,就是, 就是,也后来,也后来,我们去参观了那个,大英博物馆,还参观了大英的图书馆,然后当天晚上呢,他就,他就不晓得怎么安排,就,我们就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在一个,一个马来西亚来的,中国人的那个,那个,那个信徒家里头,然后那个晚上,我就睡得很好,那这里呢,就, 就看得到师父啊,就是,他就照顾我,哦,他那种起心的一种照顾,那书上面有写,可是他没有写,他照顾我,他写什么,他写的是说,哦,他叫我打电话,给那个菩萨,然后呢,哒哒哒哒,怎么安排这些,其实是他安排的,我只是打个电话而已,哦,那师父就是,就是对,对地者那种,一种,一种照顾, 那我们那一天呢,有去参观大英的图书馆,大家如果是有看师父的书,如果记得的话呢,英伦师父取达,里头有写,那在参观这个,大英图书馆的时候,因为师父身份的关系,师父是,学术上面的, 有一个,有一个,一个所谓博士,然后又是在教禅修的,有,又要透过, 这位教授哦,他的引荐,所以呢,希望能够看到中国的东西, 那我们看到,看看,看了很多哦,那我自己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哇,太感动了,能够看到奔皇时候,前人的手抄,是很珍贵的,那感觉是很感动的, 那师父有写,他也是,觉得是非常感动的,那结果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我再念一下,这什么讲的一个东西 他说,在其中一间手抄敦皇卷子的碑面,是一家大寺院的僧侣的名录, 就是记录那个生理名字啊,类似于现在的户籍堂本啊,那,当时呢,叫做生路,呃,生,呃,生级的记录,那是唐人的手写的资料,其中有一位比丘呢,法名叫做圣炎。 同样一个圣哦,不是圣里的圣哦,是圣的的圣啊,然后盐就是庄严的盐哦。 那这里哦,俗家姓章。 帮他师父先写,被果圆施首先发现,在敦皇文献里,竟然有,竟然有以我的法名和俗姓完全相同的古人,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那大家如果是你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想法? 啊? 啊? 圣焰在他。 圣焰在他啦 tour。 啊 . 对, Rei Piwari, 是啥? 啊, 啊, 啊. 那看一下啊, 啊, 他只是说是觉得很有意思而已 他其实呢 其实他真正的想法 后来他各种的讲 就是另外一个人 只是从这个法名 然后同性而已啊 没什么特别啊 怎么可能是圣灭再来的 有没有可能圣灭再来的 有可能 那没办法 大家要怎么想 怎么想 我们这个都很自由啊 这个嘴巴也可以 可以就是怎么讲也可以 然后呢心里头怎么想 是大家的事 那从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师父 是非常不迷信的一个人 那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 就是我们第一次去打禅气的时候呢 他给了我的感觉上面呢 是我比他还要迷信 对他讲的东西一点都不迷信 那从这里呢 就看到他那个 是其实很理智 很理智 然后呢 是一点都不迷信 那二零零三年 我们在五月的时候 在那个莫斯科 代禅 应该是代禅 代禅五还是七 那在那个地方叫做一个旅馆 可是那个旅馆 很烂 我们到达那个地方是 就是莫斯科的郊外 然后呢 以前呢 是什么 以前应该是一个 度假中心之类的 但是因为苏尔那个截起以后 截起之前 他很多房子的人民住的地方 其实都蛮破旧的 然后呢 他们也没有钱去 去修护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我们是住在一个很破烂的旅馆里头 然后呢 住在那个房间 哇 那个房间霉味 因为很久没人用霉味 然后呢 他们提供的一些棉被呢 也是湿湿的 反正是 哎呀 就是差 差劲就是 张冠冬山 他那个张冠斗什么 随私有 西游记的什么 第二本里头就有写到 一个破烂的情形 可是呢 师父给人的感觉就是说 是很大不了的事情 他能够 可以住到很舒服的地方 因为我们去大陆的时候 我们住的一些地方都非常好的 地域无心疾厌等等的 饭店 可是在这样子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所表现的事 也没事 虽然他是不舒服的 他可能喉咙不舒服 他可能这个这个肺不舒服 可能很容易感冒等等 可是他表现出来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那种那种耐心也好 那种谈性也好 那种接纳性也好 或者是我们就感受了他的那种 那种 会法 然后呢 旺区 然后去西方播种 的那些经历 那 那个 所以 在那个1998年 这五年前 我们去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首先是在 圣彼得堡的市区 然后住在一个 书 书 书二的一个 一位太太的 一个apartment里头 她是 自己一个人住 所以那个apartment好小 然后那个厨房也是小小的 那厨房有多小啊 我形容一下 大概是等于我们这里的空间 从这个位置这样子过来这样子 这么小 一个厨房 可是里头有什么 有那个烤箱啊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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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碗槽啊 那圣侠的地方很小啊 可是呢 师父给我们的感觉啊 他是很自在的 我们在那边三个人 三个人在那边弄早餐 然后他就坐那椅子 然后我们就随便坐 然后呢 那感觉是非常自在的 所以又再一次的就看到他那种 那个深缩自如 那种 自由自在的